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的高兴 有这个音言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放下是健康的良药 那我想以我个人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样因为我的讲义 其实在文章里边 在那个手册里边 他都前文已经把它登上 那各位想要了解我整个的内容 可以读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我们今天报告完了以后 我就会把它挂在 我的四影经社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读更多 那你可以进四影经社 好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个人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有语言学习障碍 大家晓得语言学习障碍吗 就是通常我们说 特殊教育里边 一般比较大家了解的是智障 也就是智能不足的 或者听障 障碍学习障学习障碍 这些大家都比较了解 但是语言障碍呢 可能一般老师并不清楚 那我小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个语言障碍者 那因为我是好像我们一般 都是四个音声 四个节拍嘛 我大家说非常高兴 就是非常高兴 可是我的第三个音呢 我听不到 所以我只能够听到非常兴 看到你 我只能够听到看到 但是你好 我叫那个你 没有 吃饱了吗 我只听到的是吃饱吗 那个的 那个重音呢 他就没有办法听 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那一班呢 五十五个 那时候因为 刚好台湾才光复没多久 所以呢 大概的班级都很 学生很多 不像现在二三十个老师 二三十个小朋友 那时候我们是那一班五十五个 那五十五个同学 有一个是智能不足 他因为年轻的时候 发了高烧 日本脑炎 所以等到治好的时候 他就智能不足了 那另外还有两个 长切 长切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很多人 他哪没有办法到学校念书 为什么要帮忙种田 我昨天还跟几个师傅 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讲 我小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的种田 我读师专 那时候我读师专的时候 为了要打工 那暑假不是像你们 现在很舒服坐在这里 我是从学校 开始我们有一些同学 就会问 就是去预约 谁家的道子 什么时候要割 所以我们就这样 一路从学校割 回到自己的家里 然后一天 当时割到 一天是赚八块钱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所以很多人 就没有办法念书 所以长切了很多 那我们那一班呢 五十五个 扣掉 智能不足一个 长切两个 剩下几个 五十二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村子里边 有一个同学 跟我同班 那他每一次考试都是八十几 九十几 然后我每一次考试 大概都是二十几 三十几 所以自卑感很重 那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有一个儿童手册 有没有 可能年纪大一点 才知道 以前有一个儿童手册 那儿童手册里边 还有一个名次 结果呢 老师说 你们回去的时候 跟你们爸爸妈妈讲 你今天是第几名 我就跟我同学问 我是第几名 他说 你就是看这个 你是五十二名 我说你呢 我十七名 我说 我终于赢你了 因为以前考试 他都是八九十 我只有十几分 二十几分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 我爸爸看到我 我就很高兴 赶快跟我爸爸说 我今天 我总算 那个儿童手册里边 我的成绩 总成绩 比那个杨信夫高 因为杨信夫十七 而我是五十二 我爸爸只有讲了一句话 空情就是空情 笨就是笨 其实因为 我那时候真的都不晓得 所以后来我当读学的时候 我就发愿 我就是要从事 那个特殊教育的 那个辅导活动 所以那个我们国内 推动特殊教育的 我算是早期 那个参与者 但是我会这么早参与 这种特殊教育 其实是因为我自身 有过这种经验 那我爸爸就跟我讲 那你种田 那我们村子里边 我们家 算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望主 也是我们村子里边 书香之家 所以各位如果到彰化西湖镇 你们去问人家说 你们家有个人家几乎都做老师 人家一定马上会告诉你 是哪一家 还会带你去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我家 所以我爸爸呢 那时候真的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呢 他就开始告诉我 那你这样好了啦 不然你家 我们家里边的这些工作 你就多做 为什么 因为我哥哥 我姐姐他们都教书器 就只有我 所以 金骨柴灰 Q骨柴灰 种田 那些蕊蚕 打蚊蚕 跟人帮帮 那些蚊蚕 像这些我都会啊 那时候都是我在做 然后我在 面书的时候 我爸爸就常常讲 我们家怎么会出一个这样的孩子呢 那我运气很好 就是刚好我恶旧 他有口气 他的口气呢 每一次讲话 阿庆啊 他就是这样喊我 然后做什么事 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口气 所以我一写呢 我看他的嘴唇 我一写马上就会 这样 有一次呢 我回到家 我就很自然 就很奇怪 人的写 写好也很快 写坏 也是一下子就可以会 全部写的 比我恶旧 还像那个什么口气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讲话 就常常用我恶旧的那个口气 为什么 因为我恶旧 那个 阿庆啊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是在叫 所以我就会习惯这样 那我哥哥就跟我讲 阿你是到哪里学的 讲下去 怎么已经笨已经糟糕了 现在又变成口气了怎么办 所以他又倒了 我说 阿你为什么不打恶旧 阿我就跟恶旧写的 阿 他说阿你是怎么写的 怎么会写的那么像 我说我就看他的嘴唇怎么发音 阿我看他 阿阿阿阿阿阿 我就知道 阿那个口唇 那个就是阿 加加加加加 阿我就知道 那个就叫做吃 对不对 阿所以有时候 你们现在在跟我讲话 一定要知道 你如果不跟我面对面 我看不到你的嘴型 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呢 后来 我哥哥他就跟我讲 阿那你现在就开始学习 看人家的嘴唇 他是怎么发音 来补你那个某一个音 你听不清楚 阿所以我是这样 阿然后就学过来 阿才慢慢改过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 为了要克服 我自己学习的障碍 然后 因为我家有一个力量 我们家都是书香门第 那我呢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压迫之下 我不能够不努力的向上 所以我每一次读书呢 像各位会发现 我读书我考试 最好的方法 我就是把整本书把它背起来 因为我用背的比较快 省得怎么样 所以我 也因为这样 信念到时间久了以后 你现在历史阿地理阿 好像 我随便问各位 民主宪政 是从哪一个国家开始 英国 英国是哪一个年代开始 有这样 很聪明 公元1215年 颁布大宪章 好 那像这些年代 很多人在记年代 都记不出来 对不对 好像 我随便再问各位 智泽大师 跟那个 我们六族会能大师 他们出生你也记得吗 我都知道 因为我以前都背过 好 那个智泽大师 他出生在五百 那个三十二年 然后那个会能大师 刚好慢他一百岁 就是六百三十二年 然后建真和尚 到日本 是在公元 是在公元七百多年 然后他们建的 那个盐利寺 是刚好是 那个建真和尚的第一个徒弟 他就是因为 真正去传戒了以后 他的徒弟呢 所以日本 最早的寺庙 就是那个盐利寺 北瑞山 像这些年代 我大概都会记得 为什么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老天给你不好 其实不是对你不好 而是逼得怎么样 你为了要让你好 然后你就会很自然而然 怎么样 你有很多的潜能 就全部跑出来 为什么 因为 帮你关了门 一定帮你打开窗户 这就是一个大自然 所以我当年 为了这样学习 所以我后来呢 慢慢的 因为我突破了 我常常很用心的看 人家在讲纯音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我以前 我在那时候在苗栗 我有一个助理 他后来在高中教书 他曾经追随过我一段时间 我就跟他讲 你呢 这个很简单啊 看那个嘴唇 马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后来他就 去推动纯音 所以他教那个什么 那个索语 他是很出名 早期的 那像这些 我就是有一个感受 我们人遇到的挫折 如果我们有两种力量 因为昨天我提前来 我就参加跟你们一起读那个书 有没有 昨天彗星法师有没有讲 我们人的念 有一个是正念 有一个是负念 负念是愤怒 对不对 因为你愤怒 所以你通常就会怎么样 在我们现在的心理学 就是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有两种力量 让你做选择 一种力量 就是让你自暴自去 哎呀 我就讨不上啊 那读不会啊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不读他 对不对 反正我再者读 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那另外还有一个力量 就是力增上游 那力增上游 那个就叫做正念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 你呢 会有顺 有逆 但是这些顺跟逆 你能不能去把所有的这些逆的感受 然后呢 慢慢的把它调整过来 要生气 会不会生气 会啊 但是你稍微转一下 所以这个呢 我们常常就讲 那个转一下叫做放下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那个放下不是什么都不要 佛陀 他是教我们怎么样 转念 而不是叫我们什么都放下 所以我在讲义里边特别的提 应无所住 也就是你这时候 先让你的心 回到清静 然后呢 这时候要升其心 那你回到了清静 这时候升其心 这个才叫做正念 那如果 如果你呢 很多人 一听听听听到 那个方向 我曾经看到一个朋友 他呢 有一个 他的太太呢 去跟师父 诉苦 哎呀 师父师父 他就为了打拼 这个就到大陆去做生意 这个他在大陆做生意以后呢 然后就怎么样 就在大陆 有小三 有小三 那个只是清度 那个只是非社会 还不是反社会 然后呢 如果有小三 然后继续还在做很多的 你那个非社会的 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你就会从非社会 慢慢进到反社会 那我们 遇到了这个情形 师父呢 就很慈悲啊 啊 你那么喜欢学 常常跟我讲 没有时间学 你现在呢 放下 担到 你老公的心 这一台料有人过 师父再把这个放下 我告诉你 这一件事 私底下 这一件事情 因为 他对他的 这些地址在开始 我不讲话 但是等到 他的地址离开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佛陀有教我们说 家破人亡吗 佛教 佛陀讲经四十九年 是要我们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要离苦得乐 第二个是要我们怎么样 转名成悟 对于宇宙人生 因为你迷在哪里 你执着在哪里 你意识在哪里 你看我们早上 我们师父带着大家 残座 有没有 然后师父呢 他就很慈悲啊 你看 他就要我们 吾我 对不对 吾我就是 你要先把那些烦恼 先把它放下 对不对 那你吾我了 再来 你要去转名成悟 我们要去转他 好了 结果呢 我就跟他讲 千万不要交错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你打电话给他 你说我本身是学 心理辅导 我是学智商 你跟他讲 叫他找一个时间来找我 好了 结果他也来了 那 来了以后说 师父讲 他那一天 讲说叫你这样全部放下 我说 你好 已经经过了这样 一个多月 你终于来找我了 你这一个多月 有没有放下 又放下 心里越气 越想越不感官 我说 所以放下不是无奈 各位一定要知道 忍辱度 第一个是调伏 你要先调伏 然后再来 要顺忍 对不对 你要相信 你能够忍过去 跨越过去 所以顺忍 信忍 然后才能够无声华人 但是到最后 是要达到 极媚人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如果说 只是想 把你该扮演的这个角色 去放下 那么你永远放不了 对不对 因为你修无奈 你今天无奈 我告诉你 明天还是无奈 后天还是无奈 以后呢 你还是无奈 那佛陀不是这样教我们 佛陀最主要的一个概念 是当我们认清楚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然后你很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要怎么走 这个才是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就跟他说了 你先生 到大陆 现在他有没有生小孩 他说有了 我说那还没关系 小孩子还小 所以你这时候要坦然 跟你先生过通 你怎么跟他讲 我说你呢 我知道你一定很难够 所以现在不要讲 你隔几天 带你的小孩子 到大陆去找他 跟你的先生讲 很对不起 你看 你看 你那么辛苦 啊我呢 在家里 我们公安照顾着孩子 长大 结果让你呢 在那个大陆 有小三 我告诉你 很正常哦 男孩子 如果到非洲 或者到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到非洲 他以前是农耕队 他长得一表人才 很帅 结果他到非洲 因为农耕队 以前是两年 才可以回来一次 他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两年 他要回来一次的时候 他就回来 回来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很好 所以他又再去 但是他又再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 诶 坦哥啊 你到底在 在那个非洲到底是出什么问题 他跟我讲 怎么了 你看出我的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谈嫂 很好的人 很贤惠 然后孩子也很 很乖啊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你所生如意的人 价值观又很所传统道的人 可是你为什么到那边连一个 因为 也许他在黑人的地区住久了以后 看黑人会越看越漂亮 我不晓得 但是呢 我相信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忽然间 有一个黑人 说在你旁边 你一定通常都是 那个 人的体位又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大概都 一下子都受不了 但是呢 他就这样 所以我就跟 这一个 这一个朋友讲 你呢 就是这样跟他讲 讲说 就是有这样 我的老师 他的那个堂兄 因为有这个经验 所以他告诉我 无论如何 既然结婚了 要经营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你呢 就是夫妇啊 一定要在一起 为什么 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四大里边 地水火风 万有引力 这个引力就是 相吸 相克 对不对 相吸相克 所以相福相成 如果又不相吸 那你连相克也没有 既然不相吸 结果那个距离 就会越拉越远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是一直鼓励 无论如何 你就是要 去跟他 住在一起 因为我那个堂兄 你看 一个男孩子 联系两年 然后呢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他的可能是 他的那个环境 结果就制造出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呢 要先体会你先生 去安慰他 然后还要告诉他 你不要逼他说 哦 好啦 那个小山走了 这个孩子也不要照顾 我说 那个是血肉 对不对 既然是你的孩子 那么呢 你就要告诉他 我呢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对不对 我照顾的这样 所以你也一定会照顾他 那你呢 特别帮他买了一些玩具 结果呢 他就这样常常去看他的先生 然后跟他的先生这样聊啊 沟通啊 然后常常在一起啊 刚好他的先生 有一个工作 那时候在大陆投资 早期还不错 后来就是 经济情况也不是很稳 后来他想一想 算了 然后呢 那边的小山啊 他也不要了 但是那边的小孩子 他就把他接回来 接回来 现在在台湾了 欸 做得很好 我告诉你 转迷成 对不对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 刚入学的学生 我们以前的课程会排 第一堂课都是认识学校 有没有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 我要上厕所要到哪里 对不对 要怎么走 这个路途你要很清楚的 让他知道啊 他才能够安理这样的环境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学习 所以我们想想看 你从出生到现在 你这一生要走到哪里 你有没有 告诉他们 没有 常常就这样 所以呢 我曾经跟各位说过 我自己呢 是这样一直的摸索过来 我摸索摸索摸索到 大概我还在读诗专 结果呢 我那时候运气不错 我常常到台北听 那个 那时候教育部有一个文化讲座 那时候的文化讲座刚好是 其实讲起来就是心辱学运动 文化复兴运动 结果那个年代 你看我在台北 我听了好多 像方东梅老师啊 梁润硕老师啊 像那个 我后来学法院就是 南庭老和尚 我那时候学了很多 亲近了很多 这些高深大德 亲近了当时好多的这些善知识 我印象很深 梁润硕老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今年几岁 我说应该17了吧 他说你听得懂吗 我是听似懂非懂 为什么 有一个好处 他们讲过的 我就把它背起来 对不对 以前都有那个 那个 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录音机 有没有 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都很流行 写英文的时候 写六百句型 而不是都常常会附 有一个录音机给你们 我那时候 因为我也是常常这样写 所以我就拿着那个录音机 然后就把它录起来 录起来的时候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放在旁边 我告诉各位 这一招很好用 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活性会不会睡觉 你的活性在 对不对 所以你不必刻意的去读 但是呢 里边的东西 他就会跑进去 活性最会会记忆 所以你们 如果说你的小孩子 不太喜欢读书的时候 不要勉强他 不要逼他 你听听 听听好的音乐 或者是 你自己把它 叫他来念一次 然后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 你就说 这是你录的 你自己听听看 好不好 我告诉你 他就这样听 然后呢 好多的东西 他就会进去 所以大家呢 常常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那个年代 我就是 常常为了要逼自己 哈 结果我的身体呢 就受伤就是这样 我那时候呢 名利心很强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我还在读诗专的时候 我就通过国家考试 那时候 不是像现在 又老又丑啊 那时候又很帅啊 对不对 真的啊 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照片真的很帅 对 所以 那时候 工作的时候 我的长官又很赏识 所以 常常逼自己 然后呢 预算 又想要争取最多 所以呢 常常周旋里这些 好 朋友 或者是政治圈里边 你想想看 当年很多 这些名人 他们的演讲稿 都是出自我的手 我们县长有一次 他要到 美国 他去参加 那个前美市长会 结果他临时呢 想到了 要出发了 他要想到 啊 我演讲稿还没有写 结果他就跟我讲 欸 拜托你喔 我现在大概只剩下一个小时 那你能不能帮我写三篇 演讲稿 我就说好 我就找一个社工员在这里 一个社工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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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着 这些市长要讲的话 我开始讲 但是他正在写的时候 我就对着 跟那个僑胞 要讲的 那个话 又跟另外一个社工员讲 然后呢 这个 之外 还有对他们的那些很多的这些一个专业单位 要怎么讲 我就跟他讲 结果呢 当我 他在写 他在写 我讲完了以后 他差不多写好 然后又开始让他 开始接 然后 他在写的时候 我又让另外一个接 然后这样 我一个小时把三篇演讲稿把它写出来 那时候有一个好处 苗栗所有的记者 每一个人都称我杨老师 他们都不敢执行我 但是呢 我那时候 为了常常逼自己是要 做第一 结果呢 把自己逼的怎么样 我一离开苗栗 然后 我的长官说 哎呀你 应该要再有一个新的历练 结果我一去的时候 因为没有工作逼 马上就猛暴行肝炎 所以啦 那个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到第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 我家族啊 好多人啊 都跑去看我 结果去看我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才开始压疑 到底我是什么病 为什么我姐姐 她一向不敢坐车 啊 然后还会从彰化老家 到台北去看我 那我就知道 大概我的病很麻烦 好啦 我姐姐她们走了以后 我就问那个 那个医生 医生医生 你那个外甥有特别交代啊 不能够让你知道啊 那你怎么知道啊 是哪一个 护理人员那么多嘴 我说啊 我就知道啦 按照我们的这些案例来判断 通常得这种病的 像你这样啊 还很乐观 所以你大概还可以活七天 那一般通常都三天就傲置掉了 好啦 所以有时候啊 我常常感受到 那个六祖父慧能大师讲了一句话 到时候你要了生脱死啊 福不能救啊 你虽然做了很多世间的这些工作 积了很多的福 但是呢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当我知道我要死的那一刻 我联系写了七篇那个什么 那个遗书啊 那写了以后就又不甘愿 那然后写了又撕掉 那又写 然后呢 弄了好多次 那到最后呢 心里边就很懊恼 好啦 结果这时候还正在懊恼的时候 我师父来了 看到师父啊 总是要装笑嘛 对不对 因为 无论如何对师父要很恭敬啊 所以我就跟师父说 师父啊 不好意思啊 他说 不会啊 你怎么会生病 我说我也不觉得我会生病啊 因为我都是去帮人家看病的啊 因为以前我们当那个社会处长的都是怎么样 去代表政府去安慰啊 你有什么灾难啊 或者到医院的时候都是看人家生病啊 哪里有自己生病 对不对 所以那个年代啊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 那师父跟我讲 那师父跟我讲 你怎么会生病 那我就问他 可是医生说 我大概再活几天就会走了咧 他说 那个是医生在讲啊 最主要是要看你啊 他说 他说如果啊 你从现在开始啊 愿意怎么样 把你学的佛的这一个概念 这些知识 然后佛头所说的这些话 你愿意重新去讲 那么我告诉你哦 他就跟我这样说 他说 从现在开始 你是佛的宝贝 所以你绝对不会死 你啦 一定会 活呢 会帮你好好的照顾好 好啦 师父他也 他真的是方外高人 他也是这样笑一笑 好啦 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 要看你写了多少文章 好的文章 我才能看你 所以我的学生啊 他们到 因为我的学生 他们都是在很多国家 那结果呢 我也常常跟学生讲说 以后你们讲经讲到一个程度了 你出版了一本书 你寄给老师 老师才会去看你 不然嘛 你就是成为一个寺庙的住址 那我去参加你的那个什么生作 我才会的 结果我今年我就马上跟他们讲说 我以前讲的话起销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身体不好 我以前常常为了要去赶这些学生的那个生作啊 赶这个学生的那个他讲课 那个出版啊 那为了去庆祝他 那结果呢 把自己忙得要死 那因为我师父这样跟我讲了这些话 那我就在想 我说师父啊 那你说 我如果从现在开始 那要讲经 要怎么讲 他说你先放下烦恼 你把烦恼放下你就没病没烦恼 你们教书教到现在有没有放下烦恼 还是学生顶你一句 然后你再气得一整天 不是学生去让你生气 啊结果你来跟学生生气 回到办公室又跟其他的同事也生气 啊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看先生也不顺 看到儿子啦 哭着就咬下去 怎么不这么不听话 如果这样的话 你那个叫做迁怒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一个情绪 会引起你很多的这些副作用 那我们呢 你一定要先学习 所以我师父他就跟我讲 你来要先学习放下烦恼 放下情绪 如果你不能够放下烦恼 你不能够放下情绪 那么你的一生啊 就不太容易真的得自在 那我从那一天到今天 这样刚好 我那时候四十二岁 现在是七十三岁 经过了几年 那个医生本来是跟我讲说 我最多是一个礼拜 结果我怎么样 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医生 他还打电话来追踪 杨永庆吗 我说是啊 你现在身体好不好啊 我是哪一个医生啊 我追踪一下 我说身体不错 那你蛮成功的 我治疗的这种病 还没有遇到过 恢复得这么快 结果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又打电话 我是哪一个医生啊 我说哦 谢谢你啊 这么关心哦 他说 诶 我告诉你哦 因为我是这一个 这一方面肝胆的前卫 你到底是吃什么药 我说就是吃你的药啊 他说你不要骗我 我那时候开给你 只有开维他命C啊 我说你没有给我吃药啊 他说没有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没有什么药啊 本来是要叫你那个什么 打那个营养针 结果你又吃素 你跟我讲说你宁可死 也不愿意 现在在让你的血液里边 有那些脏的 我说 对不起啊 我真的只有吃你的药而已 不然就是喝白开水 现在呢 又喝那个什么 我们学校因为茶禅一味 所以又喝茶 对不对 啊然后 后来又因为常常逼自己写文章 又喝咖啡 就这样而已 啊什么药 唯一吃的药就是放下 不要追求名啊 不要追求利啊 所以啊那个 我以前最疼我的刘真刘老师 他每一次啊跟我讲 他说我学生那么多 你是那个很杰出的之一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担任过他七年 义务的 我担任他七年的秘书 所以他很疼 但是他讲完了这句话 一定补一句话 很可惜啊 你就是迷信 但是呢我一生里边 我最感恩的就是他老人家 对我的赏识 给我好多的机会 但是呢 我唯一一生里边最遗憾的 就是没有让他学火 所以啊 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你把那个名利的心 把它抛下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公务公教人员 像我那个连带 我们有没有18% 有 但是我们那个18%是很可怜的 那个是省吃俭用的 那个是省吃俭用的 我那时候我担任那个 我出来当老师是在北投国小 我一个月领的薪水七百四十二块八毛钱 那结果我们北投那里有一个电子厂 他招募的那个女工 作业线上的这些 这些员工 一个月是一千 我们三个同事 忍受不了的 就去报名 也是暑假 我还有印象 我们暑假三个人去报名 结果报名了以后呢 另外这两个同事啊 就说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以后呢 想要好好的努力 要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做好 把人带好 结果呢 两个都入企 结果他问 你以前有没有工作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跟我讲 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们是当老师的 他就问 你有没有工作 以前做过什么 我说我以前当老师 现在还在当老师 那你们当老师啊 那个我们这个是小和堂 养不了大衣 结果马上就不要我了 对不对 就什么都不讲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 真的是很苦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的同学 一转行 马上几乎都是变成大富翁 对不对 那我们呢 一直的坚持 坚持到现在 那尤其我们 我一辈子曾经在公交机构里边 我们遇到过好多的同事 有的会去贪 有的会去怎么样 走后门 但是走来走去到最后 他们很风光 但是有我的快乐吗 跟我同一起 那个林峰镇你们都认识 那时候他是台北县 我是苗栗县 对不对 那有一年他到那个 他后来他曾经转到交通部当部长 我还去看他 去看他的时候 他跟我讲 杨永倩还是你比较聪明 我说是啊 因为我没有才华 我比较笨啊 对不对 所以笨鸟怎么样 比较有虫吃 老天会给你吃 一支炒一点都 那你们聪明 你们就去转 就去拼 对不对 那我呢 放下了 你把名利这种心完全放下 我告诉你 你真的放下了这些烦恼 那么你就真的没有烦恼 而且你放下了名利的追求 你要用 你要用 要吃 我告诉你 炎炎不解 你想想看 我到今天 我都不敢跟任何人说我想吃什么 或者我也到今天 我都不敢说我喜欢哪一件衣服 或者我要哪一种包包我喜欢 我都不敢讲 因为我一讲的话 打开马上就有二三十个学生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帮你 买来 为什么 难得老师喜欢啊 他就马上帮你抢着买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当年 这两个人也是一样 一天打拼在贪钱 人几个 两个 一几个 四个 所以你永远赚不到钱 那你想想看 我笨笨的 我什么都不想赚 老天啊 他就自然而然怎么样 什么都给你 所以呢 我今天谈的这两个 最主要是 谈我们的贱 我们的诗 我们的见诗烦恼 那这些贱跟诗的烦恼 你想想看 我们有太多的贱 你看我贱 早上我们缠作的时候 为什么要一个无我 你能不能先把这个我 把它看淡 我不太喜欢讲看开 因为看开那个功夫不容易 但是你先把它看淡 得之我性 不得我命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那我这 后来的这一段 生命 你想想看 我没有健康过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去养肾 对不对 像昨天那个 那个廖教授 还 哪一个什么 益晶晶 对了 我也跟着做 做了一下子 马上全身都流汗 那个一定会健康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有时候要真的多做 我想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都没有教师佛学圆席 很可惜啊 要是我们古代也有那样的话 那种 其实你们想想看 学校 帮各位安排这样的一堂课 都要花多少钱 你想想看 现在那个昨天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因为现在欧美啊 他很喜欢用 古印度的东西 所以那个 有没有 那个 那个 钟 有没有 灯 那个声音 那个是现在最出名的疗疫治疗法 现在在欧洲呢 你参加一次疗疫的治疗 那收费都很高 对不对 那你们昨天呢 做了这样 你想想看 然后你又学了那些 平常那些通常 没有人愿意随便公布的 为什么 有很多人 他是靠 那个来维生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到了我们佛门 我们佛门 就全部公开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佛门 是希望大家健康 大家快乐 对不对 所以 你想想看 你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你真的是赚了很多 你想想看 我看到 看到 电视 报导说 昨天中午十二点以后 高铁 还要台铁 双铁就要停止 结果我昨天啊 我那个东西 一丢下去 我第一件事情马上怎么样 包包拿起来 马上就去搭公车了 搭高铁 为什么 因为 你们在这里上课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 让你们开天窗 但是我昨天也因为提前来 你想想看我又赚了多少 你看我昨天 一来的时候 就从 彗星法师 那个课 然后到 禅修 然后 昨天的 廖 廖教授 你想 你想想看 所以呢 像这么好的东西 你 真的是希望 大家都 能够去得到 那我们 把 这一个 身件 处处都是我 你能够把 这个 我 什么是我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都是我 我们早上 杯子拿起来 当你那个 茶喝 下去的时候 那个茶 从哪里来 茶隆重的 歐巴桑採的工人製造 然后商人运送 但是各位想有没有想到 那个是阳光之论 空气之论 大地承担 所以当你泡了喝了那一口茶 有没有从内心里边生起感恩的心 那个感恩的心就叫做甘露水 所以如果你们天天这样喝甘露水 你喝了这几天回到家 我告诉你你不健康都不行 为什么 就是这样 那我们能够这样 你先离四项 不要一天到晚处处都是我我我 你也不要一天到晚去追逐 这个是你的我的 那你也不要去分别心太强 这是有钱人 这是没钱人 然后受者相 各位我相人相众生相 我刚刚已经讲了 很多人在读金刚经的时候 那个受者相弄不清楚 其实受者相指的是实践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既怕伤害 又常常在期待 所以你只要不期待 你就不受伤害 所以那个受者相就是不期待 你该做你就做 该吃你就吃 该做你就做 什么都不期待 我该对人家笑我就笑 我对人家笑的时候 最健康的自己先得到快乐 你管别人快乐不快乐 对不对 我们修行常常在提升自己 所以你的那个感恩心起来 那个就是良药 所以当你放下了所有的烦恼 那你内心深处 你会发现 我们来自的一切 其实都是天地 跟所有的人共同来成就 那么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心 那你就是放下了烦恼 你放下了烦恼 无所住 升其心 那个感恩的心 炎炎不解 好 大家上了一堂课 有没有非常的高兴 有没有滑喜充满 好啦 谢谢各位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拾其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灿烂悲剧的暖阳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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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